中文字幕总统 回归的当时 我爸爸是问我 你认为要多少年 像上海一个大的城市 可以超越我们香港了 其实我们两个都错了 也可以說我們兩個都對 可不可以說過去的兩年 是信德發生過 最大的危機之一 這只是還沒完成的一個承諾 您最孤獨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你好 好久不見了 很高興再看到你 我其實應該哈給你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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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還是不去穿這個顏色 因為 明白了 我知道 也還好 對 我不能做到 但是你可以 也代表我們兩個 何超瓊在2017年6月 他接任父親何鴻燊 執掌信德 現任信德集團行政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我上次2004年來的時候 在爸爸的辦公室 他說一句話我印象好深 他說 澳門的賭牌要開放 他怎麼看 他說我喜歡競爭 他說競爭會讓我有鬥志 像鬥雞一樣 你現在遇到一些問題或困難的時候 還會時常地想到他說過的話嗎 你也知道我跟我爸爸是非常接近的 我也在想回很多我們從前讀過的一些時間 其中一個我可以告訴你 從來沒有人聽說過的 就是有一次在回歸的當時 他就跟我打賭 他問我 你如何看待這個違歸後 香港的發展 以及在內地這樣的一個對比 那我當時其實是非常年輕 根本是沒有資格去評論什麼國家大事啊 什麼經濟啊 但是我就衝口而出我想也沒想 我就說香港回歸一定沒事 但是唯一的就是我認為內地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也會很快速的 他說那你這樣說 不是說香港的位置也受到這個危險嗎 我說不會不會 他說當然不會了 你傻的 香港這種根基不是那麼簡單 那麼容易去超越的 然後我跟他說也不一定啊 我說因為對於國家的人來說 他說改革開放千載難逢的 他必定所有我們的同胞 肯定也是非常願意去拼搏 現在要看呢 就是我們香港人跟澳門方面 能否跟他們的步伐能夠一致 他說 那你認為要多少年 像上海一個大的城市可以追趕 超越我們香港呢 我說我不敢說超越 應該是說大家定位不同 但是我認為上海15年吧 他說永遠不會 50年也不能做到 回想其實我們兩個都錯了 也可以說我們兩個都對 為什麼 根本就不是一個比拼 根本就不是一個什麼較量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都是雙贏 我們都是贏家 您曾經提到過 在澳門回歸20多年以來 你說最大的變化是人心和自信 也因為這樣的變化來發展經濟之後 使得這麼多年下來 澳門和香港看待彼此的眼光不同了 我們很好奇為什麼會這樣說 那前幾天呢我們不就是香港 現在也有一個論調 就是說其實香港從來不是殖民地 從來我們都不是一個被侵降之後 然後拿走的一個殖民地 為什麼有這樣的分別呢 剛才你說到澳門從來都沒有當 本身是一個受到殖民這個管制的一種心態 當然他們要必須接受 確實有400多年的一種共權 但是很多時候他們的人口裡面 大比數都是中國人 必須尊重 而且也要容許我們中國的傳統 但是我認為香港發生的事情 過去可以說是這一代人能夠經歷 本身人在回歸前 本身人在回歸後 很老實地說 在回歸前 就連我可能也弄不清 我們香港究竟是怎麼樣一個模樣 很簡單一個故事 兒童的生長年代 每天晚上電視完結 會做什麼呢 是揍英國國歌 英女皇的頭像出來 那當然我們都是互惠了 我們本身也弄不清 那究竟我們是什麼人 直到回歸了 香港人來說 也經過一個比較爭扎的一個時刻 現在當然我們希望我們已經 重回正軌 已經也是弄得非常清楚 1972年聯合國的這個決議 也說明了香港跟澳門都已經 已經剔除了是不是一個全球公認的 一種集民的觀念 香港人應該是很自豪 就是我們不一定需要 有一個西方的管制 才能夠變成一顆明珠 這都是我們自己弄出來的 都是我們香港人本身的能量 這個金澤集團是在港澳碼頭這檔大樓 其實可以看到整個香港的 是的 我們來看看那個景 好 2020年的一月份我們就看到 對面中港碼頭就停輪了 停輪了 現在都在 你看到了一排的紅色 都是我們的泉子 不能再走動了 到現在還沒有還沒有能動起來 那時候有沒有想會這麼久 不會不會想到那麼久 每一個夏季 我們都在想現在應該可以開 重新這個 啟動了吧 啟動了吧 做了大量的準備 到最終也是落空 一次又一次 我也心裡面也有很多的欠意 有沒有裁員減薪 老實說我們不是裁員 但是呢也是呢 只能夠逐步讓一批一批的 如果他們自動或者是已經是到 自然淘汰 淘汰 退休啊或者是工種本身 已經是沒有這樣的工作了 然後他們也不是有很多人希望待下去 他們也希望能找來真的工作 是這樣的 這個方面來說我們是有萎縮的 嗯 信德60年 可不可以說過去的兩年 是信德發生過最大的危機之一 2020年整個的不論是利潤 或者是總收入都是大幅的下跌 後來做了什麼樣的布局 在2021年大幅的翻盤 為什麼能做到 我們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不像一般的做很大盤的 生意的哪做太多的這個供干 或者是要去有太大的這個貸款 所以一直以來我們是非常 財務比較穩健 穩定的穩健的 然後呢我們還是喜歡比較是 專注於一些實業的投資 像我們2020年我們不就是 也是支持參與了鳳凰會時 2021年我們也是投了一個 威瑪投資實藝 也是我們希望能夠開展 我們進入國家的科創方面的 一些新的領域 那我們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是最早跟 國家的一些企業合作的 從一開始在回歸之志 我們就當時是我 操盤的一個項目 就是把我們的全務業務 遍佈到珠山腳了 拿到一個跟香港國女合作 一種這樣的狀態 維持了現在已經是27年了 如果不是這個疫情 某程度上打退了 我們一點點的發展的規劃了 本來我們就是希望能夠打造 更大的珠山腳灣區的一個 公共服務的一個平台 對您提到是叫做 新的運輸平台 運輸平台 所以這事情我們還沒有放下 但是還有另外的一個角度 除了是賺錢的觀點以外 社會企業是需要用上 我們所有的不同的能量資源 為自我打造我們的灣區的形態 這個灣區不但是為我們 我們七千多八千萬的灣區人民 去打造的 如何再更好的輻射 到灣區以外的地區 我認為這個才是 灣區最終的目的與目標 有人說您在做事的時候 常常要把事情做到很到位 而且會想父親會滿意嗎 您怎麼看這樣的說法 那我當然希望他在天有寧 您也感覺到我們起碼 現在走的路向是 也是首先跟著他的定下來的 包括他愛國 以及對社會的責任 我們從來沒有編理 我認為我爸爸 給予我們人生最重要的一堂 就是他用上了幾十年的時間去引證 成功不一定要只是圍繞 這個經濟利益 和回報 沒有一件事情可以比 你對一個地方 一個城市 一個社會的一種承諾 其實我們信的是 慶祝六十年 六十多年 我剛好我也是六十歲 所以 這只是一個 一個還沒完成的一個承諾 就是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停下來 六十年我們還是要繼續 我們還是要維持的一種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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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很多讓我能尋找我自我的發揮 我爸爸是 其實他不是嚴復 他是非常非常崇我們 他甚至不一定要求我們 要進入我們的家主生意去發展 這後來都是我們很願意 也是希望他給予我們機會 然後做起來他也放手 其實我母親是更重視一個能夠 全成我們傳統的家風 也是希望我們能夠秉持 中華文化方面 對家對國的這種觀念 我們曾經聽過說 何洪桑先生覺得您的形式風格 或者是性格最像他 您怎麼看這句話 您覺得哪方面像他 我們都是很爽極的人 可以說我們本身根本不像 做生意的性格 我爸也從來不需要跟人家 去討價還價的 他一直以來都是很直接坦誠 而且他是非常有信心的一個人 解決困難對他來說從來 就像你剛才說他不會輸的 從我方面我沒有他這份 自身的勇氣以及信心 我是鍛鍊出來的 很多人還以為我是一個非常硬朗的人 其實不是的 我小的時候是非常 一個女孩的這樣的心態 但是我是鍛鍊出來的 你是被迫的是嗎 被迫的 對 但是也可以啊 到最終也是可以明白到 反正沒有人其實能幫助你的 到最終每一個人都是要 依靠你自己的 當時最難過的時候 或者最艱難的時候 您會看一看這一片 你覺得未來會非常美好的香港的 威多利亞海灣 您會想的最多的是什麼 您最孤獨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但是我們還是要像一個一般的人生一樣 你還是要去我的功能 以及我的位置 是不能像其他人一樣 就只是以一個負面的一種情緒去處理 或者一個受害者 或者一個受害者 不可以 我們就是要解決問題啊 我的存在價值一直以來 就是要去想辦法 我們也是現在是反省的一種狀態 重新部署 重新出發 反過來說未必是最快的事情 所以也可能是這樣 我是充滿信心的 疫情終有一天是會過去的 對 未來對於疫情 對於世界的經濟的發展 還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危機我們必定要提早 去有這種預警 有這種想法 某程度上如果說回香港 過去幾年 其實我們當時為什麼 出現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沒有這個危機感 老實跟你說 我真心也是經過一個比較痛苦的一個覺悟 像我很多時候 我跟很多的外國的領事 每每有他們新來的到位的 都必定會探訪我 不一定是你要當官 你要做什麼高層次的職位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能力 就民間外交可能更順其自然 對 更能打動 我們要談到的是 你們如何去用上你們的邊界 或者是有你們的思想的東西去判斷我們 那你也必須聽聽我們說什麼 聽聽我們說什麼 什麼是民主啊 對嗎 所以我認為我一直都希望 經由我自身的能力 像我加入了 現在也是當上這個香港婦女聯合協會的主席 現在已經當了第六年 那經由婦協我也是大看眼界 過度了這尤其是過去的幾年 才知道其實社團的力量 是有絕對性在社會裡面的一個功用的 尤其是我們婦女團體組織 婦女很多時候還是家庭裡面的家庭主婦 她們不一定都通通明白經濟啊 政治啊 那我們就是可以當上這樣的橋樑 而且影響一個婦女可能是影響一個家庭 對啊 一個婦女就是一整個家庭 還有孩子 還有孩子 還有下一代 然後還要進入社區 因為在進入一個新的編章 新的時代 我們追求的是 如何把整個社會的一些衝突啊 不信任啊 能夠修補 所以這一個時刻我們能做的 是應該用上我們的經驗 我們能夠說的話 希望還有人能聽 尤其是從家庭出發 年輕人出發 所以從這方面我認為 還有很多事情還要辦 你剛才說了幾次就是年輕人 您現在說 您說您到了這個時候 很願意把自己 不論是商業或人生的經驗 只要他們願意聽 你就願意去分享給他們 那你覺得你最看重 年輕人什麼樣的特質 年輕人當然一般來說的特質 就是他們很多都是不怕迎來挑戰 可能他不懂什麼是挑戰 還沒有人生經驗 他們都以為我們總得是要長 但是也要穩固下來去想好 其實什麼是能做 什麼不能做 到最終成功是什麼 成就是什麼 我認為就是你認為你沒有 瀰漾王 是我們的演唱會 是你的影像 很多人都不想做 就算 想買錢 要買錢 那些人都可以很大 要買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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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可以買錢 要買錢 其他人都可以買錢 因為美國家賈買錢 那些人都可以買錢 古今的香港的海岸的發展 你看到西九龍 以及我們的故宮 故院 就在我們的對岸 所以我們見證了 整個這個發展的過程 從本來是一片框地 到現在都建成了 香港在十四五規劃當中 有一段叫做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我們知道其實 為了要引進藝術到澳門的時候 參與了很多國際機構的工作 您覺得澳門跟香港 未來在發展文化藝術上面 又可以有什麼樣的區別 我認為香港在發展 這個文化藝術方面 已經有非常好的根基 其實很多人以為 我的這個對藝術文化方面 只是專注於在澳門 但是在香港 在背後默默地也參加很多 像香港藝術中心 我是她的差不多十年多的董事局成員 香港巴黎五 短短短五年 現在已經超越原來的 類似的巴黎五 如果你拿這種消售額度 以及到訪的人次量 各方面來計算 那她這個產業鏈裡面 已經是完整的嗎 在香港 還沒有太完整 有學員她學過以後 再找工作找不到 那就斷層了 所以現在就是要提供更多的產業機會 那我認為必須要引來更多的新的投資方 要投資在這個產業裡面 它必定是有資源來投資的這種模式底下 才把這個產業能夠重新做起來 無論是藝術也好 甚至我們本來是有的電影行業 我們本來香港是亞洲的這個影視的中心吧 那我們如何可以恢復這個影視中心 當然現在要用上是新媒體啊 我們要用新的科技啊 所以這方面可能是往後的 發展的一個新的部署 新的方向 您在2017年就說了 香港因為這麼小 人也不多 但是它可以送網銀來 它可以適合做亞洲的瑞士 但也有人覺得新加坡 更適合做亞洲的瑞士 您怎麼看 我認為我們香港呢 不能永遠以其他國家作為這個樣板 國際都會我常跟我的 甚至我的同事也跟他們說交的 我說你以為國際都會是怎麼一個回事啊 意義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高樓大廈就是國際都會嘛 我們都是有很多的西方人的喜好的東西 連我們的吃的 我們的村的福西 就是國際嗎 這個都錯的 對我來說剛好是相反 我說你蒙上眼 如果你今天你到任何一個 這個全球的所謂的國際都會 你看到的 是否完全是一模一樣 不會的 倫敦不像巴黎 巴黎不像這個紐約 它的內涵是國際 但是不要說 它不會因為這樣吸掉它本身的 特質 或者是它的文化 如果它連本身的文化都沒有 為何人家也要跑到你的地方 去你的地方 居住啊 這個發展它的視野啊 很希望能夠拿到你的市場啊 因為如果都是千篇一律的 那就沒分別啊 也是沒必要 從前我們大家都認爲 香港是做這個東方類似 但是東方類似 也未必見得是這麼大的 這種吸引啊 那反過來說 為什麼香港不做這個 東方的紐約啦 東方的德國啦 香港人本身有魄力 有很多很多的創新能力 我們不只是希望幫人家 管他們的這個財產 我們更有這種魄力 可以去做新的產業 如果要make a wish 你覺得對於個人 對於家族 對於香港這25年未來 你希望它的願望是什麼 你的期許是什麼 我認為香港 我想未來的發展 沒有一個是太擔憂 任何一個人的命運 其實都是你可以 某程度上是能改變 或者是你能掌控的 經由努力努力 還是要爭取 有時候這個爭取的力度 有沒有想好 可能是帶來對於其他人的傷害 在爭取底下 你也要學會包容 希望互相都能夠達成 是雙贏 其實雙贏 背後可能甚至是不必要贏 就是大家共同都拿到 對於家人的 日本人的財政 最佳對於人財政 你也不能再進去 我們還要記住